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经历会立即进入SCP-909的长期记忆中 然而这些经历会从在场的人记忆中消失 SCP-909对花生过敏 并且在摄入花生制品后 会发生过敏性休克症状 SCP-909被发现于Side的入口处 附入909之一 健忘先生来自于小小先生 By Dr.Wondertainment的标签被发现印在SCP-909的右小腿上 当SCP-909被发现时 他穿着了三件套的西装 上面都带有博士的命令的标签 基金会人员至今尚未发现 以此名运作的服装公司 附入909之二 对SCP-909服装的生物研究发现 其所顾口袋内的列表 列出了其他可能与SCP-909相似的异常人形尸体 见文件909J 附入909之三 采访记录 采访对象 SCP-909 采访者 博士 前言 SCP-909被监管的最初七小时内 其顺情心事异症和与SCP-905的关系被发现 随后对SCP-909进行此次采访 早安909 909 你为什么这么叫我 我现在在哪 你是SCP-909 你现在处于我们的监管中 我是基金会的一名博士 而且我正打算研究你的异常效应 基金会 什么 笔记 这时 博士按下了一个小按钮 发出了持续5秒的大声噪音 SCP-909看上去失神了 你好909 909 你为什么这么叫我 我现在在哪 你是SCP编号909 你现在处于我们的监管中 我是基金会的一名博士 而且我正打算研究你的异常效应 基金会 什么 好 让我们试试一些别的 写下我刚刚说的话 好的 笔记 根据 博士的笔记显示 他此时本打算再次按下之前提到的按钮 嘿 你是谁 我是 呃 我是在你们监管下的SCP 你不记得了吗 啊 你不记得了吗 不 我现在在打 这里是哪里 总结 博士和SCP-909随后在在场人员的空火中被移出房间 SCP-909最后向未受影响的人员解释了当时发生的事 并返回了他的树桶间 博士随后被解职并接受了BGG消除 附录909-3 以上文件由SCP-909持有 SCP-905说他的副本被封刮跑了 SCP-917持有一个类似的清单 可在文件917-A中找到 SCP-913显然把他自己的副本吃了 SCP-920声称他把他的副本弄丢了 博士 以上就是SCP-909 简单的说SCP-909具为白人男性 具有顺弦性失忆症 但是当他写下了一件事时 他就能记住这件事 同时身边的人都会失去对这件事的记忆 最后介绍一下Dr.Wondertainment这个相关组织 Dr.Wondertainment是一个异常的儿童玩具制造商 虽然是儿童玩具 但Dr.Wondertainment相关的SCP大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或超出一个小孩能掌握的程度 最早的Dr.Wondertainment相关的SCP是 SCP-445 SCP-445是一叠折纸 当折承某个物体的形状时 就能具有那个物体的特性 例如捲成直管就能当作望远镜 折承小刀具有金属刀的坚固与锋利重度 关于Dr.Wondertainment是谁 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 他可能是一个人 一间公司 或是管理着公司的一个人 目前也有一个SCP-001提案 是在讲述Dr.Wondertainment的故事 我以Dr.Wondertainment的身份 提出了五种不同的可能性 但也没有明确的结论 对我来说 Dr.Wondertainment总是给我一种 威力汪卡的感觉 Dr.Wondertainment的SCP与 巧克力工厂都是带有奇幻色彩 看似对友同友善 但实际上非常危险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更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让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SCP和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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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